我們看這邊 這裡怎麼算 你看一下第一題 他說有一個正三角形 ABC當中邊纏是8 第一小題 求BC DOTBA 怎麼算 向量BCDOT 你觀察一下他告訴我 長度是幾8 求向量BC DOT向量BA 行不行 求這兩個向量內積怎麼算 所以向量BCDOT的向量BA怎麼算 他等於向量BC 因為這裡不曉得坐標 所以說用長度幾何觀念把它算出來 等於向量BA的長度 乘上向量BA長度 乘上這個夾角告訴我這夾角幾度 60度 乘上cos60度這樣行不行 告訴我這邊纏自己8 所以向量BC的長度是8 所以向量BC的長度是8 向量BA長度是8 cos60度四起2分之1 所以乘起來317 32 是出來了 各位第二小題一樣再一次 他求BC 他求BC DOT CA 行不行 來 標準做法 他把向量BC的長度 對吧 乘上向量CA的長度 乘上他們夾角行不行 那你觀察一下 BC自己 BC在這邊 ACA CA CA CA在這邊 這樣行不行 他是CA 有沒有看到 所以說老師想請問一下一個現象 夾角是多少 我一再強調 我們在算量向量球夾角時 我們夾角必須要從同一個起始點出發 CA CA C B 這才叫夾角 從同一個作用點去出發 對吧 CA C B 這才叫夾角 那你看一下 這個人 BC CA 他們起始點會起 沒有 所以說這會是夾角嗎 不會 那怎麼辦 我一再強調 對吧 我們向量來講 我們只待會大小和什麼 翻向 在不在乎位置 不在乎 所以為了去求夾角 行不行 因為標準做法要從同一個 同一個起始點出發嘛 所以說這時候 是把BC 往前挪到這邊來行不行 在翻向一樣 大小一樣的地方 再畫一個BC出來 CA 用看好 好 可不可以 我把BC延伸到這邊 CA在這邊 所以夾角就這個了 這是個正三角形 這邊是60度 這邊是幾度 120度 開進來 所以說老師問你 BC的長度是幾 8 CA長度是幾 8 cos120度是負幾 1分之1 所以乘起來是負幾 32 行不行 這邊老師交個令解 好不好 怎麼說 畢竟很多同學會說 老師 這個夾角有時候不太好算 那怎麼會比較好 所以說老師建議你 你又靠這種題目 你可以這樣算 因為你看一下 BC在這邊 現在BC DOTCA在這邊 所以說老師問你 這是假角嗎 不是 要怎樣 頭接頭 同一個起始點出發 才是假角 所以說碰到這種題目的時候 老師會建議你 如果說因為 這時候其實假角不好算 老師建議你 你看一下 CC其實他們這兩個下 有沒有共同的地方 有 都有C點對不對 所以說向量BC 你可以改成負的向量CB 去DOT多少 向量C 把原本的BC 改成負的CB 這樣行不行 今後 把原本多少 CB 把原本BC 改成負的CB 這樣行不行 所以說你看一下 這兩個向量下去 這個角 就是他們的假角 所以假角是幾度 60度是出來了 所以說要等於負的 向量CB的長度 乘上向量CA的長度 乘上靠曬幾度 60度 帶進來 負的8乘8 乘上1 2分之1 所以乘起來是負極 32 這樣可不可以 把這邊看一下 OK